近两年娱乐圈中又多了一些艺人明星,虽然大多数都是吃瓜网友们叫不出名字的,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有些小鲜肉和小花蛋能够脱颖而出的。 比如说,最近出现在热度话题中的袁冰岩,对于明星爱豆来说,每一次出现在镜头中的机会都是极为重要的,无论这个场子到底是不是特别重要,只要有聚光灯和媒体人,他们就需要重要自己的造型。 当然,这也是粉丝们所在的细节,袁冰岩妹子自从出现在镜头中,就开始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,那就是小赵丽颖,虽然说并不知道是不是她本人的想法,但这确实是袁冰岩的经纪团队给她做出的人设定位,只是,袁冰岩这次出现在镜头中的感觉有些奇怪,晃一眼,差点让自家粉丝都认不出来,因为真的是太像赵丽颖了。 如果说之前的妆容只是相似,那么这次可能就是蹭热度吧,其实单单说袁冰岩本人,可能还有很多吃瓜网友并不熟悉这个名字,但是,如果说琉璃这部剧集的女主角,肯定还有不少吃瓜网友们记住她的,至于为什么没有记住这个名字,就不知道了,有吃瓜网友们说,是因为袁冰岩身上的小赵丽颖标签,挡住了别的这些,不过,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标签, 让袁冰岩在资源选择的时候能够有更多一份,毕竟这样可以绑定销售嘛,你觉得呢?娱乐八卦快报!